马币1099 这能买到可以插SIM卡的平板 送美女键盘 就是这台HONOR PAD X9 这样还有什么特别呢 一个可以插SIM卡的平板 就好像你的手机这样子 有随时随地有Data可以上网 那我觉得一个评价平板可以抓到这点 我觉得是太方便了 要是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 可以带着一个可以插SIM卡 有Data可以上网 就不用怕在读书馆 在课室 还是在宿舍 有一大把人抢WiFi了 上半周也一样 如果刚好手机没有电 又召集回复Message 那这个可以有Data上网的平板 就是你的救命稻草了 这就是HONOR PAD X9 提供LTE版本的一大优势 可以充分发挥平板随时随地用的好处 让你不用麻烦特地去找WiFi 或者是连手机Hospot 结果手机连着连着 连手机都没有电了 那它的外观设计呢 有的是一个简约缝 星空会加上全金属设计的机身 而且平板的重量和厚度 都是蛮轻薄的 平时放在包包里面 或者是用单手拿着 都不会有太大的负担 尤其学生每次上课 到一大堆窗口书 跟厚重的笔记本 现在只要一台平板 就轻松多了 皮部呢主要有两个点 第一它搭载的是 11.5英寸2K高清的LCD屏 有10.7亿的色彩显示 高达120Hz的刷新率 用它来上网课 看粒子书 或者是看CG 都能自动匹配适合的刷新率 第二就是HONOR最重视的护眼 就好像每次爹地妈咪提醒小朋友说 一杯子看手机 等下眼睛坏掉 PETX9呢是支援了 莱茵硬件器低栏光 无皮层认震 还有立志软光的护眼技术 所以长时间看屏幕呢 眼睛也没有那么容易累或者是干 还有还有就是它的座面显示功能 是可以透过改变屏幕的室温 暗黄的屏幕呢是可以帮助你更快的入水 不过建议大家不要晚上暗暗的时候看平板 不然神仙都救不了你 在同价位的平板中呢 PETX9呢是特别搭载了六扬声器 直接放效果给你听 而且它的底部开口呢 是特别加了双扬声器 所以放在桌面的时候呢 就会有反饰的效果 做出立体的感觉 平板可以插信卡上网 肯定是不够的 HONOR还送满你键盘 尤其是学生上个学习中功课呢 都是偏文书一列的 如果键盘做记录呢就更加方便了 那它其实是一个蓝牙键盘 平板呢贴在去这个cover之后呢 它就会跑出一个小窗口出来 你按连接就可以了 再给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小功能 就比如HONOR Connect 是可以让手机、PC和平板一起互联的 那现在呢平板呢就可以自动获取验证嘛 然后你key in 进去 就不用分心看手机就非常方便啦 那通常我写稿的时候呢 就会用上多瓶协同 一边开着google docs写稿 那边呢就会google查一些参考资料 或者需要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呢 就可以直接这样子copy 然后drag过来 还可以再加两个小幅传 像是打开youtube听音乐 或者是检查whatsapp message 那用完之后呢就可以缩小 可以去旁边 在上网看到一些好的文章的时候呢 就可以用上全局收藏 只需要上纸下滑 网页上的资料呢 就会被保存到荣耀笔记里面 效率就是这么快 就算你是offline之后 还是可以随时随地的看 或者是修改内容 非常的方便 处理器方面搭载的是 高通骁龙685 4G芯片 配备4加3GB的RAM 还有128GB的ROM 电池方面呢 是比上一代PEX8升级不少 有7250mAh的大电池 并且支持快充 号称呢 连续播放13.4小时的YouTube视频 那整体来说呢 ONORPEX9呢 除了ONOR重视的护眼屏之外呢 还有就是它的6眼神器呢 是可以满足你的娱乐体验 而且价格也非常友好 那B1099还送美女键盆 那就非常适合那些学生党 可以移动上课学习 或者是一些预算有限 但是有移动办公寻求的朋友们 那你有兴趣的话呢 你就可以到ONOR官网看看 或者是ONOR线下店 体验体验一下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订阅Like SHARE 我是GinGazerVenice 拜拜